他的猫不在了,发了一张照片,想要为他做这份纪念 他说1月7号,我的猫咪因为心脏病,突然间离开了我们 因为天气冷,妈妈不忍心,把他埋在冰冷的地下 于是我们决定了火化,从相遇到离开,我们整整相遇了8年 15年的9月,不知道什么原因,我并没有投喂过他 而他,一直跟着我回了家 在爸妈的反对下,我收养了他 他是我的第一只猫,我叫他多拉 因为动画片《多拉艾梦》一直陪在大小的身边 我也希望他可以一直这样陪着我 在我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,我放弃了所有,只选择了多拉 慢慢了他的懂事,让父母也接受了他 他就变成了家里的医院 但就在8年后的1月7号,他努力地等着我回来 回来后,在我怀里,安静地去了描写 动画片里的《多拉艾梦》完成了任务之后,离开了大小民 但在大熊的祈祷下,又回到了身边 我的《多拉》也一定会回来 我相信他,一定舍不得我们